那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這裡是開雙個號題目 他說把開雙個號是等於A加B 其中A是一個正審數 B是一個什麼 小數 正的小數 求B分之A 一樣 這裡怎麼辦 來第一步之後 我們先把這個式子開雙個號行不行 根號多少 12-6根號3 來怎麼開 老師相信請問一下 開雙個號請命一定要幾倍 兩倍 所以說12怎麼分解 12可以分解成2乘幾 3 留下一個2 另外 留下一個2 那6可以分解成2乘3 留下一個2之後 另外3可以寫起 根號9 根號9乘根號3 根號7 27 好有沒有兩倍了 有開始開 怎麼開 我要把27給拆開 拆這兩相乘 而這兩數是相加高的事情 12 怎麼拆 1乘27行嗎 不行 3乘9可以 3加9四起 12 所以把它拆成3按幾 9 把3按9大擺前面 小擺後面 中間-號叫什麼號 -號 所以算出來四起 3-2根號3 好 寫到這邊之後 老師想請問一下 他說這個 把它拆解成A加B 行不行 其中A是個整數 小數 B是個什麼 小數 那我問你 根號3大概四起 你去想像一下 1.7左右 把3減到1.7 算出來答案四起 1點多 對吧 所以說注意聽 整數四起 1 麻煩是誰 麻煩這小數怎麼看 老師想請問一下 今天產生這個小數 是根號3被減掉之後 產生小數 還是直接從根號3這邊 產生小數 怎麼說 老師舉例後 你去想像一下 同樣的是 3加根號3 和3減根號3 你去比較一下這兩個 整數四起 小數四起 根號3四起 1.7 3加1.7四起 四點七左右 所以整數四起 是 小數四起 0.7 那小數0.7怎麼來了 是從根號3給增出來對不對 那根號3本身是幾 1.7 所以它小數怎麼寫 它小數可以寫 根號3 去減掉1 對不對 對吧 就好像2.7的小數 怎麼寫 把2.7去減幾 2 是剩下0.7 3.2的小數是幾 把3.2減掉3之後 是剩下0.2 對吧 所以說注意聽 所以小數部分怎麼算 把這數字減掉本身 整數是小數 所以少數問題 3加根號3 根號3 根號3是1.7左右 加上3 整數是幾 4沒問題 那小數 小數是從根號3 這邊來的對不對 對吧 所以根號3本身是1.7左右 它減掉自己的1 就是小數了 對吧 可不可以 驗算看看 這兩人相加加起來 有沒有3加根號3 有 好 這沒有問題 老師問你3減根號3 一樣 根號3是幾 1.7 你先想像一下 3減掉1.7是幾 1.3左右 所以告訴我整數是幾 1 這樣就不行 那小數怎麼來了 小數是根號3自己產生小數 還是根號3被減掉之後產生小數 今天小數是3減掉1.7是1.3 所以說今天產生小數 是根號3被減掉之後產生小數 那根號3本身是1點多 要減掉它 減掉剛剛好產生小數 可見要用幾來減 要用2來減對不對 2減掉根號3之後 對吧 剛剛好就剩下小數了 對吧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這小數又是幾 1 鏡上看看 相加加起來有沒有3減根號3 有 所以說小數要這樣看 你要看一下根號3是自己產生小數 還是被減之後產生小數 自己產生小數 所以說把根號3 去減掉自己的整數是幾 1 所以剩下就是小數了 那被減掉之後小數 要把根號3是1.7 用幾來減才夠 要用2來減才夠 所以2減掉根號3就是它小數了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今天3減根號3 3減掉1.7 大概1.3左右 所以整數是幾1 小數是幾0.3 那小數怎麼來的 是根號3被減掉對不對 所以用2去減掉根號3 就是小數了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喜好這邊第二步 你不求多少 求b分之a把他帶進去 來告訴我b自己 2減根號3 a自己 1 所以說麻煩你喜好這邊把錢 有理話 把平方減平方 行不行 平方4平方3 4減3分不是1要不要寫 不用 2減根號3改成2加根號3 這樣可不可以 最後把這些看一下 OK